南回公路台东县金轮段正进行外环高架桥拖宽工程 施工人员7号上午在第4号桥墩处约5公尺深 挖出人类遗骸 并且有金属碎片残留 工程人员表示 挖头机在第4号桥墩附近向下挖到约5公尺深度时 工人进建土堆里有骨骸 随即停工 而族人表示 该地区不是藏区 华语市战争伤亡所留下的遗骸 去年5月间 中央研究院在第3号桥墩处 也曾挖出大量桃片石器等 文化层明显 检验属山河文化的兵茂山移植 而这次又在隔壁第4号桥墩发现两具人类遗骸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助理研究员李昆修表示 这两具人骨应该就是史前时代的东西 如果那个地方是居住的地方 那这里出现人骨 那这个关系上应该蛮密切的 所以我们相信 现在在批示这个机庄所发现的人骨 应该是史前时代的东西 骨头骨水腔里面都已经被杀着进了 而且还有一些 留下一点陪葬品的痕迹 就是青铜器跟铁器的陪葬品痕迹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那是已经是 应该是铁器时代的遗留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研究助理员李昆修表示 南回地区从志本溪以南至达仁乡 南田都有发现史前遗址 年代从神文桃时代到铁器时代 又以铁器时代的遗址交多 金探十四测定 距金约1600年前 文化城与附近的旧香兰遗址 中期文化也非常相近 这次发现人类遗海 遗海只挖到部分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持续地 将会挖出完整的人骨 记者下班列大圣台东达人采访报道